近日,中国建筑师刘湘成的作品《幻之园》入选法国卢瓦尔河畔 肖蒙国际花园节30周年纪念展受到各界人士高度评价 法国卢瓦尔河畔肖蒙国际花园节30周年纪念展的主题是《理想花园》 全球43件花园作品入选该纪念展 据悉,《幻之园》是纪念展上唯一入选的中国建筑师作品 中心设计者就此专访刘湘成 请他介绍中式园林艺术为何能在花园节纪念展中独具特色 东西方园林艺术如何实现共通 我们是通过一种体验丰富的感知 从你的看,听,然后听到周围的生物,就是鸟的叫声,青蛙的叫声 整个是一种意境的阐释 然后同时我们又能看到光影的变化 在一天不同的时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跟树向的绳子产生一种联系 所以我们更多的认为是在现在一个文化语境这下 其实大家有很多的文化的隔阂 或者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解 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个简单的形式 在这个文化意境上让大家得到一种统一的和谐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个 现在这个主题去做这个花园 其实我们是更想做的是一种 创一种文化多元的这种交流的机会 让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 即使他们没有了解到这个文化的具体的细节 也能去感知到我们想传递的这个意境在里面 那我们跟他们就是讲你的绳节 这是一个我们绳节是一种传统的中国的节的一个方式 这个里面有背后什么的怎样的意涵 那么当地的这些学生还有当地的居民 非常开心能接触到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知识 然后他们也非常开心 就是高兴的参与到我们这个建造过程 然后帮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一些建造的工作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其实是一种互动的状态 那么我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 不光只是我自己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团队 全部把它给做出来 而是有了当地居民和当地人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因为我们很多具体的 也是在跟他们听取他们的一些看法 所以最后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 本身在建造的过程 已经带有一种文化传播的基因在里面 所以我们呈现的作品 一个是现有的状态 另外就是建造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吧 我觉得我们想做的领域其实不光只是局限于艺术的交流 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的 还有一些建筑啊 或者城市 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交流 所以借这个花园节这个形式 其实我们也跟其他的一些参赛者 也建了一些这种学术的活动 eines 如此 就学习的